家当离开家园 长征造成不少花莲房子毁损甚至倒塌 但是现在却传出有人趁着地震想发灾难财 向灾民低价收购房地产 有部分的仲介在低价收购我们上海关大楼的房子 那他用的价格是一瓶八万的价格要来收购 那我们之前在0403之前 我们一瓶大概是15到17万之间 整整降了一半的价格让住户相当不满 批评根本是利用天灾谋利 对此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也在网站特地公告提醒 强大政府目前正在积极进行灾后重建以及复原工作 呼吁受灾户不要轻易出售房地或是让渡权利 以免权益受到损害 只是低价收购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房仲业者这样说 整合土地其实还蛮难的 尤其像北部那些都根案一样 所以他们可能会用比较低价的部分 趁现在住户的心比较想要赶紧脱手的情况 就有可能整合到比较便宜的案件这样子 对于为他们重建的部分相对会比较简单 山海关目前是红丹大楼 根据评估之后没有要重建 但需要耐震补强 里头的住户现在都只能借助亲戚朋友家 或是自己租房子 强真海花莲超过70种建筑贴上红黄丹 不肖业者不怀豪意 民众得想清楚别胡乱打印